跟一辆路光瞬间凝聚 像在铜片上的琉璃 透出白雾似的光流 每个惊心动魄 这件作品生命之源 来到生命的源头 其实万物 从这么小 到这么大的一个宇宙 都是由造物者 所谓那个殊胜的力量 所创造出来的 创作者的身上 也透着神秘气息 取名成光白 每件作品都像在出寿梦 光就是爱 就是生命的力量 对 也是一种恩责 对 所以其实要 整个创作都是在表达这个 就像在欧洲教堂里 洗涤身心的圣光 成光白的向往 凝结在光束中 也传递一种能量 其实它对人的脑下垂体 会直接造成一个 分子原子的振动频率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波动 那这个情绪上的波动 后来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医学治疗 美此刻连接着一丝现实 就像艺术创作 拿脱离生计的靠片 成光白的艺术团队 隐居苗栗山林中 努力着让创作果苗热火不灭 所以做艺术创作 难免的还是会有所谓 骨口的经济压力 是 是 对不对 对 我用的力 面对于困难 要怎么样那对挫折 平松心就好 平松心就好 对不对 平松心就好 对 还是不能让现实压垮了你的创作能量 也是 对对 成光白的作品让大家看到了 光的表情 温度和情感 他的梦想在光影中流转 也希望光之花 光之火 光之能量 继续在人们的心底 明年绽放 我用的力 面对困难 平松心就好 我用的力 面对困难 平松心就好